这个怪鸟把女孩当妈妈 他们睡在捅银张床上 怪鸟尖嘴猴腮 骨瘦如柴 他非常喜欢吃女孩吐出来的东西 就在几天前 他还是一个鹅蛋大小的鸟蛋 甚至还有心脏跳动 第二天就变成了恐龙蛋 连床都差点装不下他 他能准确地感受到女孩的所有情绪 就在这一天 蛋壳突然发出声音 看来他要破壳而出 里面露出的怪爪把女孩吓了一跳 他躲在衣柜里瑟瑟发抖 透过缝隙看到鸟蛋破碎 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奇丑无比的怪鸟 眨眼间怪鸟破窗而逃 女孩以为怪鸟就这样消失了 夜晚窗户外没有响动 女孩起身查看 万万没想到啊 怪鸟再次出现 他俯身靠前 悄悄来到女孩面前 张开满是獠牙的小嘴 发出阵阵嘶吼 拉得女孩耳朵疼 原来怪鸟受伤了 他在向女孩祈求帮助 女孩帮他拔掉手臂上的玻璃 怪鸟发出痛苦的哀叫 女孩吓得连忙用手捂住双眼 与此同时 怪鸟也做出了和女孩一致的动作 他主动向大花示好 大花也对自己亲手孵化的虫鸟 爱不释手 紧接着 他带着怪鸟洗澡糟 冲泡泡 怪鸟还时不时的逗大花开心 晚上 怪鸟就睡在床底 和大花同眠 可到了半夜 隔壁的小狗一直叫个不停 大花很烦躁 不安的情绪 被床下的怪鸟感知 很快大花被一股神秘力量惊醒 此时 怪鸟坐在他身上 腐臭的哈喇子流进他嘴里 大花恶心地差点呕吐出来 惊吓却接踵而至 怪鸟示意他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 在一旁的枕头上 小狗血肉模糊 大花一个没忍住 直接吐了一地 更恶心的是 怪鸟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大花的呕吐物 仿佛他们心有灵心 怪鸟坐在女孩身上 腥臭的哈喇子流进他嘴里 女孩恶心地呕吐起来 怪鸟毫不避讳地吃掉女孩的呕吐物 不仅如此 他还给女孩带来了隔壁小狗的尸体 女孩赶忙将小狗掩埋在花园 却不知这一幕 被弟弟全然看在眼里 弟弟跑到花园 挖出小狗 把尸体丢在父母面前 他企图说出姐姐的罪状 期间还不忘把大花推倒在地 痛恨 在大花脑中一闪而过 所有的紧张 愤怒 全都被怪鸟感知 此时大花还没意识到 危险即将来临 弟弟看到大花房间的黑影 准备进去一探究竟 他在床底发现了异常 却差点被利爪弄伤 与此同时 大花以奇怪的姿势不停颤抖 好像和怪鸟同步 好在妈妈及时唤醒他 他回到房间 弟弟已经不见踪影 妈妈在床底下什么也没找到 当他打开衣柜时 两人瞬间吓了一跳 衣柜内的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 口水滴在鞋子上 原来怪鸟伤了弟弟后 受到惊吓 躲在衣柜里面 大花对怪鸟又爱又怕 他发现怪鸟 似乎生长着人类的头发 更诡异的是 怪鸟像婴儿般压压血雨 大花帮他剪掉羽毛 穿上自己喜欢的公主裙 头上再别一朵小花 哎 有那个味了 这不是妥妥的 亲手养大的孩子吗 夜晚 怪鸟在房间跑来跑去 甚至来到母亲的房间 抚摸母亲的大腿 母亲醒来时 只剩下残留的年夜 地上还有一根黑色羽毛 母亲举起小刀 试图在房间内 找到蛛丝马迹 女孩夜晚准备回家 突然身后有人影闪过 她加快脚步小跑起来 就在她扭头查看后面时 地上忽然出现一道影子 女孩遇害的瞬间 大花有了感应 她发疯的动作 简直和怪鸟一模一样 母亲以为她压力太大 一直都在安抚她 回到家后 衣柜里的怪鸟 却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副退卷的鸟嘴 怪鸟站在窗外 此时她已经越来越像人类 大花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女孩 女孩却一把拽住大花 似乎是把大花当成了凶手 大花吓得落荒而逃 她回到家中 愤怒的只用怪鸟 为什么要伤人 说完开始抽自己耳光 有着心灵感应的怪鸟 感受到了大花的痛苦 将她拥进怀里 当大花再次醒来时发现 怪鸟的嘴巴已经长好 竟然和大花好似双胞胎姐妹 这一天 母亲将怪鸟错认成大花 帮她出头时 由于用力过猛 竟然拽下一块头皮 怪鸟疼痛难忍 转身扑向母亲 她似乎十分渴望母爱 紧紧抱着母亲的头 使劲揉搓 甚至连指甲都穿破了身体 母亲急忙将她推开 大花也听到了动静 跑回房间 此刻母亲误了 她并没有责怪大花 而是给了她一把小刀 让她亲手解决的怪鸟 怪鸟善于伪装藏匿 她再次偷袭了母亲 危急时刻 母亲捡起一旁的小刀 捅向怪鸟 拥有感知的大花 同样受伤 她恳求母亲能够放过怪鸟 但母亲根本不理会她 举起小刀 扎了下去 万万没想到啊 大花竟然挺身而出 母亲始料未及 大花栽倒在地 鲜血随即流入怪鸟的嘴里 诡异的是 怪鸟的伤势居然全部恢复 只见她缓缓站起身来 简直和大花倒地之前 一模一样 俨然成了真正的人类 母亲愣愣地看着她 这个真正顶替了大花的女儿 这是一部文艺恐怖片 颠覆了原有的模式 用异变的另一具身体 预示敏感的青春期 女孩内心深处 对于妈妈的不满和抗拒